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来看看刚刚讲到 这个洪小磊跟王世军呢 现在爆出了这个外遇四角 疑云闹婚变的这个事件 浮上了台面之后 那么大家就一一来 检视当事人的过往了 包括王世军 他现在呢是不是可能 这个财务状况有一点危机了呢 另外还有包括像洪小磊 那么他过去其实呢 好像行情也挺不错的 而且在04年的时候还说 曾经被爆出来说 同时劈腿 而且是批四名男子 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几位包括西元医院的小开 林玉良 国具前总裁陈牧元 还有蔡晨阳的长子 这是蔡晨阳的照片了 蔡晨阳长子蔡孟诚 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当事人王世军 那事实上这个若鱼刚刚也特别聊到嘛 就是洪小磊其实他 这个条件也很不错 对 和这个追求者重 而且那时候其实也算是这个 摩托尔经纪公司的这个算是低解了 对不对 那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说 现在这个爆出来的更多啦 就是说 其实他包括这个喜欢喝酒 而且喝酒以后还会冻粗 这个连这个好朋友都 其实还要来当场要去劝架等等 我这个看起来就觉得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强烈的对比 而且显得相当的不堪 对其实洪小磊跟钱德月好巧 我在二十多年前都采访过他们的选美 那个时候还是借戒无名 我记得洪小磊的那次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百货公司的模特 他们是同一届的 不是同一届 都是选美两个人都要往选美路上 一个是家境像钱德月家境不错嘛 但也出来选 那洪小磊就是自己出来选 洪小磊当时选 我看他第一次选美是一个百货公司 你知道那百货公司在哪里吗 现在已经没有了 在林森北路 星星大众传播 星星大众后面以前有个东光 还叫什么东什么 一个百货公司我忘记了 在那个百货公司做了一个选美 一个一个一个模特儿什么的比赛 我当时就去采访他第二名 我照片今天忘带了 他第二名 那钱德月呢是早期家乐中介 周乃宗办的 我记得那一届啊 我去采访家乐中介 因为我前三四年跑过选美 那一届家乐中介在华 在摄影棚里面拍泳装 就摄影棚里面拍笔记泳装 搭了风帆啊什么的 我当时就看到这个钱德月 我觉得这个女儿怎么这么漂亮 气质这么好啊 但是他不太讲话 很低调 后来才知道他家事其实很棒 但那个时候我们问他 什么不太讲 我叫我摄影多拍他照片 我说这个女生会得前三名 因为他很漂亮条件好 可是后来没有得名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你看 但是你看他们一个家事好 可是你看洪小磊那个时候 他就很聪明 就是一直要力争上游 从摩特尔开始 你就知道他其实对他未来的人生规划 是往上面走的 所以他才会跟这些的所谓的明男人 他教的人对象都是明的男人 但没有想到最后是 当然是王世军把他取到手了 所以明男人很多 但谁真的能够掳获芳心 这真的要下功夫的 那我想王世军在功夫这方面 是很厉害的 是好 那但是您刚刚有讲到 这个他跟钱德月的这个比较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 其实呢这个钱德月你说 他家事背景也很强啊 然后呢这个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他的这个 主要呢现在这个房产的这个部分 那当他就是根据报导是说 他要协议离婚 那真正的关键就在于说 这个增房产的这个部分 好像条件谈不拢 那这个房产的这个位置 其实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中古豪宅了 这人岸路四段的位置 然后一层四户八十几平 那么这个总价约一亿元 那么车位单价四百五十万 洪小磊呢他这个住所是在 人岸路三段一百二十二号的顶楼 一层一户有达一百四十平 一亿元买入市值 一点七到两亿元 每一户付有两个五百万 我想这应该也是这个 苹果日报自己的粗略的一个估计 这个若鱼如果照你现在 这样子来观察的话 其实看起来他们自己本身 在这个物质方面 财力方面的这个条件 是不是可以说是相比利敌 应该是 当然钱德月家事好一点 钱德月家事本来就是有钱的 那洪小磊我刚刚讲 在林志玲还没有出来之前 十几年前 他已经可以有一个月 六百万台币的收入了 他以前照他的这个 奋发向上的这种精神 他存款力也很多 也就是他不靠王世君 他自己也赚很多 也很多 他就算现在 如果就算婚姻出状况 洪小磊再出来走 走生产台也是一样 也是一个超级名模 但就是我觉得他这段 他现在会把这个 我认为啦 当然他们这个婚姻里面 可能已经破洞很多了 包括一路传过来的一些 殴打这些东西 如果现在大家再回看那些新闻 大家都会选择相信那些新闻了 即使他们之前做的 颜色再漂亮 现在大家都会认为 那些新闻真的了 那如果真的话 他们其实他们这婚姻里面的财务 这个漏洞一定很多 但是你看最近看 他这个房子 在仁爱路的房子 其实名字是在洪小磊的名下 但贷款非常多 因为这房子大概140平非常高级的房子 可是贷款也非常非常多 但是我相信就是洪小磊 他目前这个婚姻状况 当然如果你说王世君 他的财务有一些问题的话 我想洪小磊要撑 夫妻两人要一起撑 是可以撑得住的 但是我相信洪小磊 他目前是要把这个面子先维持住 因为你看他跟最好 因为我们平常讲 男人就是朋友妻不可戏 姐妹涛最怕就是互相的 被老公抢走 这个其实犯了姐妹涛 一个很大的忌讳 就是其实我老公的外遇对象 居然是我的姐妹涛 那这个面子上是很挂不住的 他们现在都不跟外界联系 你不知道他们最后面会怎么样出来 我的判断是洪小磊目前他 因为洪小磊非常聪明 很聪明的女孩 我相信他对王世君的这些花心啊 什么还一定都了解了 但他知道怎么样去自处 毕竟这个婚姻在没有爆发之前 这个婚姻看起来是一对金童女女 是很漂亮的一段婚姻 一个婚姻 那我相信洪小磊 他暂时还会把这个婚姻的 这个状况维持住 但是他已经会考虑 他接下来路要怎么走了 是不是什么时候会把这个婚姻 要维持 或什么时候要断掉 断掉之后他怎么自己再出来 我相信他在思考这个问题 好 义红 所以就你了解 这个王世君的这个财务状况 会是这个洪小磊 他取决于是否维系 这段婚姻的重要关键因素吗 其实像影剧圈我是不熟 但是因为有些兄弟圈 我是比较熟 为了 但是有些兄弟呢 会跟影剧的人会很熟 因为你说像 有一次我在 一边喝咖啡 结果一个人跑来说 李大哥我一看 他说我中宪 我一看吴中宪 我不认识吴中宪 他就来给我打招呼 因为他跟一个 很有名的帮派大哥很熟 大概有听到我的名字 所以他跑来给我打招呼 那为了上这种节目 我昨天要去上动声的节目 他们要谈洪小蕾 王世君 王世君我认识 那洪小蕾结果我不认识 那我认识没有交钱 因为我认识王世君是 因为我跟四海帮以前那个老大帮主 杨光南很好 那杨光南他给我讲过说 蔡豪是自己的人 自己的兄弟 他蔡豪以前卖房子嘛 都是在卖房子的 那就去一家餐厅吃饭 把蔡豪找来 王世君就跟着来嘛 因为光南就议识说 以后蔡豪有事的话 你多照顾他一下 然后我们就这样的人事 那我看完王世君 那时候后来有提一张面片给我 说民众日报什么东西 我也搞不太清楚 那差不多两三年前 我到华市 公市集团 我去要去露营 就是我在外面抽烟 有人跑来说 一同过一同 我一看王世君 我一看我原先也不晓得她叫洪小蕾 所以后来 你真的对影剧圈很不熟 吴宗憲也不认识 洪小蕾也不认识 但是我才知道她叫洪小蕾 但是我一看 那女的真的长得漂亮 漂亮 身材又高 又穿高跟鞋 王世君本来就高了 但是她穿高跟鞋 看起来就又比她高了 她陪太太来 那我也不晓得她 那她陪太太来 反正人家说她太太 我就是看你眼我就算了 就没去打听 我谁敢听 你太太不太太 后来我打听一次 才知道王世君 女人缘很好 人家昨天跟我讲了 她是什么 五个孩子三个妈 结果我昨天去上节目 人家说不是 是六个孩子四个妈 怎么会这么多呢 那王世 那人家告诉我是说 她以前在立法院 她当蔡豪的助理 在立法院的时候 很多立法院的女助理 女助理都 甚至有女立委 那个名字我不好提 也很有名的说 蛮喜欢她的 这样 因为她听说嘴巴很甜 是是是 刚刚怡文已经在投她一票 是 没有她不是我的猜 对 但是长得还不错 对女孩子 怎么安妇女孩子 头七首号 听说很有一套 话又会讲人 小妹讲了 人又长得英俊潇洒 对 那这种人 当然她是 教女孩子有一套 我不相信 洪小蕾不晓得 她在外面 认识那么多女孩子 也是她以前 夫妻状况 也一定有听过 那王世军 你今天也不是今天才出道啊 你洪小蕾以前批多少人 她会不知道吗 她当然也知道嘛 那你们两个人结合 现在 你们在范围之内 就争一眼闭一眼 你只要对我很好 在外面我小屁一下 也就算了 我相信 大家都互相有这个认识 重点就在财务 财务 听说最近很惨 因为最近听说有人跟他逼债 逼的债还不小 那个逼债的人 人家告诉我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我也认识 所以王世军 听说我昨天讲你财务不好 你不太高兴 打电话一动声 不过没关系 没有人业力让人家 送他财务不好 说不定他现在要周转 你送他财务不好 那就不好周转 但是如果是 小屎对你逼债有问题的话 你认为有问题的话 你打电话给我 我可以帮你瞧一瞧 小屎我也认识 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再见